前面你学习的都是直的导体棒切割磁杆线运动 这个视频咱们来研究其他形状的导体切割磁杆线的问题 先给你补充一个知识 弯曲的导线在磁场中切割磁杆线运动时 可以看作一根将弯曲导线首尾相连的直导线产生感应电动势和受导安培力 有了这个准备知识咱们来看个例题 圆形导线圈的半径为1米质量为1000克 电阻为0.6欧 XY所视平面是绝缘光滑的水平面 在Y轴右侧有垂直于平面 磁盖运强度为0.5特的云枪磁场 如果线圈以触动能E0等于5胶 沿X轴正方向滑进磁场 并且当它进入磁场0.5米时 线圈中产生的电能E为三胶 那么这个时候线圈与磁场左边缘的两个胶点 MN之间的电压是多少呢 先分析一下 这是一个圆弧形导线切割磁杆线运动的问题 根据刚才的补充知识 显然应该把圆弧等效成这样一根直导线 到这个位置时 根据已知的长度 容易求出MN的长度为根号3米 有了直导线的长度 想用E杆等于BLV这个公式 去求感应电动式的话 还需要知道此时线圈的速度V 由于不知道线圈的运动情况 无法直接求出速度 那咱们可以考虑用能量去求 根据能量守恒 出状态的能量应该跟这个时刻的能量相同 即E0等于E加1mV方 把数据带进去 解除V等于2米每秒 再把L和V的值带到这个式子里 电动式就出来了 结果是根号3V 大家要注意 这个E杆是电源的电动式 并不是咱们要求的电压 由于线圈的左半部分相当于外电阻 所以实际上UMN是路端电压 讲到这里你应该会算了吧 先用I等于E杆比R 算出线圈中的电流为0.6分之根号3A 再根据U路等于IR左 算出路端电压为3分之2被根号3V 搞定 那如果要求此时线圈加速度的大小 又该怎么算呢 这个简单 根据刚才的补充知识 还是得把这段圆弧 等效成这样的一段直导线 根据安培利的公式和牛顿第二定律 直接求出线圈加速度A 等于2.5米每二四方秒 搞定 总结一下 这个视频咱们讲了不同形状的导体 切割刺杆线的问题 你只要记住 弯曲的导线在四场中切割刺杆线运动时 可以等效为一根 将弯曲导线首位相连的直导线 然后无论是算产生的感应电动势 还是导线所受的安培利 就都可以用这段等效的直导线去算了 好了 我就讲这么多 现在你快刷题去吧 好 好 好